黑色纹路在女孩的手臂上蔓延 身体的异变张得快感十足 女孩随着音乐起舞 手臂竟渐渐布满了黑色羽翼 一曲终了 她完成了彻底的蜕变 鲜美的黑天鹅诞生了 女孩练舞走火入魔 身体竟会发生如此异变 妮娜是一名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她的梦想是成为那只万众瞩目的白天鹅 很快舞团就迎来一次演出 他们需要从这批演员里 挑选出一个最适合当天鹅虎主角的人 优秀的妮娜自然是不二人选 她是所有人里演白天鹅演得最好的 但这个主角需要一人分饰两绝 不但要扮演好洁白优雅的白天鹅 同时还要演好前面迷人的黑天鹅 妮娜在等候面试时 看见一个女人疯狂的摔东西 她是上一任女主角贝斯 如今被新人替代她恼羞成怒 妮娜等贝斯走后进入化妆间 吞她的口红想沾沾好运 果不其然 妮娜将白天鹅的纯洁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要表现黑天鹅的时候妮娜就慌神了 这是她最不擅长的部分 突然 她一个酿翘险下摔倒 闪闪蓝色的女孩莉莉打断了她 妮娜请求再跳一次 结果被导师无情拒绝了 取葬了妮娜只好回到家 抱着母亲失声痛哭 母亲安慰她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但在这个人群卷亡的时代 她不卷就会被人挤下去 压力也在无形中慢慢累积 为了给自己争取机会 妮娜涂上了贝斯的口红 撕下来找导师交流 老师直截了当地说 妮娜太过于钻牛角尖 太过于在乎动作是否完美 却缺失了舞蹈的激情 说完 导师竟直接抢吻了上去 不量竟被妮娜反咬一口 也就是这个举动 让导师看到了妮娜的潜能 不久后 女主角公布名单 说没赫然写着妮娜的名字 她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当选了 回到家后 她看着镜中美丽的自己 却发现自己的背上 竟然莫名其妙出现了伤口 此时母亲赶紧让她出来 母亲买了个大蛋糕庆祝 但妮娜一点胃口也没有 母亲就立马板起了脸 成功当选的妮娜 一刻不停地开始排练 社会 家人 朋友 甚至是她自己 都对这位白天鹅 抱有无尽的期待 这些期待一点也不差地 转化成压力 重重地压在妮娜身上 而当她看了 莉莉舞动的深思时 心里的压力不由得更大了 她能预感到 这个突然出现的女孩 必定是她今后最大的竞争对手 不久后的发布酒会上 导师隆重地介绍了新主角 妮娜 而台下的贝斯待不下去了 会后她也私下嘲讽妮娜 说她是靠不正当关系迎来的 结果第二天 贝斯就出了车祸 她的腿被撞断 从此告别舞蹈生涯 看到这儿 妮娜崩溃了 她害怕这就是自己以后的下场 可她却不知道 她的结局 也要比这个可怕 女孩拔出一根黑色绒毛 她的双眼也变得通红 母亲担心地进来查看 却被女人无情地推出门外 接着 她的双腿反向弯曲 站不稳 重处摔倒在地 昏死过去 妮娜真心来之不易的主角只为 没日没夜刻苦练习 但导师仍旧不满意 她觉得妮娜的舞蹈缺乏激情 于是下半场 亲自当她的舞伴 导师暧昧地聊播 刚让妮娜进入情绪 却又戛然而止 妮娜缺少黑天鹅勾人的魅力 这要导师很是失望 独自失落的妮娜 被莉莉打了个正着 莉莉健壮 便上前去安慰 正愁无处宣泄的妮娜 如实告诉了莉莉自己的想法 结果莉莉转头就告诉了导师 导师对莉莉的懦弱恨铁不成钢 回到家竟也被母亲责骂 母亲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 让她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 有朋友来找妮娜 也被母亲打发走了 原来是莉莉来找了道歉 妮娜见母亲如此埋目讲理 便同意不回地跟莉莉出了门 俩人来的一间酒吧 尼娜瞬间变了个人 她内心压抑的叛逆和狂野 在这一夜得到了尽情释放 直到深夜 她才和莉莉一起回了家 不过正在气头上的母亲 用铁棍堵住房门 直到第二天莉莉醒来时 已经是中午了 今天是舞团彩排的日子 她责怪母亲为何不叫醒她 等莉莉来到舞团的时候 莉莉正站在了本属于她的位置上 旁边的导师还点头称赞 莉莉看见这一幕十分不爽 问她为什么跟个没事人一样 莉莉却说 原来这一切都是莉莉在酒精 和压力双转作用下的幻觉 但今次一世后 莉莉如同开了窍一般 她扔掉了家里所有的布娃娃 将心全部用在练舞上 最后一场戏更是得到了表扬 但老师为了以防万一 排上莉莉做了莉莉的替补 这让莉莉更加焦虑了 她觉得莉莉随时有可能顶替自己 为了防止自己被卷下去 莉莉就得不停地先卷起来 她发了疯似的练习 就连钢琴老师都受不了走了 由于长时间的精神紧绷 她在镜中看到了另一个刺激 紧接着又看到了许多奇怪的幻象 莉莉已经近乎崩溃 她疯了似的跑到医院 归还了她偷走贝斯的东西 直到这一刻 她才了解贝斯的感受 她对于完美的过分执着 让她承担了太多没有必要的压力 竟然让她一步一步走向蜂魔 女孩硬生生扳看黏住的脚趾 当她查看左脚的情况时 脚趾的皮肤已经完全长在了一起 就像是天鹅的脚谱 明娜根本顾不上那么多 因为今夜 将是她的成名之言 她等天鹅湖已经很久了 第一场白天鹅是她的拿手好戏 她优雅地站上了舞台 脚步轻盈灵动 仿佛她就是一只真正的白天鹅 一曲完毕 她顺利完成了第一场舞蹈 然而 到了第二场舞的时候 巨大的心理压力让她分了心 不是从舞伴的肩上摔落下来 虽然被舞伴巧妙地化解 但她还是难忍心中的悲伤 皱着眉头瞧忍着眼泪跳完 果不其然下了台之后 遭到导师一顿批评 更糟糕的是 她来到化妆间 竟然发现 莉莉换上了黑天鹅的礼服 一边化妆 一边嘲讽她跳得烂 还威胁她 不如换给自己跳 恼羞成动的妮娜将莉莉 一把推到镜子上 镜子瞬间破裂成千万个碎片 只是莉莉突然醒来 狠狠地掐着妮娜的脖子 挣扎中 妮娜抓起一片碎玻璃 猛地扎进莉莉的腹部 杀了人的妮娜已经彻底黑化 此刻的她 就是那只黑天鹅 她在舞台上肆意奔仁 将黑天鹅的邪魅与工人 完美地演了出来 她成功了 可当她回到化妆间时 莉莉竟然又活了过来 或者说 莉莉根本就没有死 这时妮娜才猛然发现 自己的腹部 竟然有个血红的窟窿 原来她刺伤的是她自己 但此时的妮娜 已经完全感觉不到疼痛 她的心里只想着 如何演好最后一幕 妮娜又换回了白天鹅礼服 这一幕讲述的是白天鹅之死 她奔上那个天鹅赴死的高台 伤口也越开越大 她双眼通红 且泛满泪水 最后纵身一跃 完美地结束了这场演出 台上台下 瞬间掌声雷动 所有人都来围着她 但鲜红的血 已经布满了她的腰腹 可她依然感觉不到疼痛 她能感觉到的只有完美 白天鹅陨落了 莉莉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但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想起了那么一句话 不封魔 不成活 当一个人想要追求完美的时候 往往会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我们无法评判 他们试的是错 只要是自己想要的 就可以不顾一切去追 同时我们也学会拒绝心神耐耗 给自己徒增压力 往往是得其反 有时候 人可以不用那么完美 做好自己 开心就好 喜欢的朋友 记得看看原片哦 就像是什么样的 只有你